有公民提名嚴重的普選方案 是最多市民支持的方案 所以我們一定要站緊我們的立場 反西選公民提名抗衡西選 我們要明真普選 我們希望各位市民也要明白 在立法會裏面 有一班軍臨總結的議席 一早就應該被踢走了 在禮拜財委會的會議當中 梁勝是一個典型最典型的功能組別議員 是零票交選的 是不是可恥 可恥 梁勝是不是可恥 可恥 梁勝是不是可恥 可恥 一個零票交選的功能組別議員 居然是雅令驅逐民選議員 這個是什麼世界 大家的手法 這個簡直 是一個光華連片 扭曲示威黑白的世界 我們除了要真普選選特首之外 大家要記住 踢走功能組別 還被 踢走功能組別 是 有 架守功能組別 踢走功能組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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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ißt 我們不可以接受假寶雪的方法 因為23條就會殺到埋身 新界東北的方案 通過的方法 將會和23條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繼續吵下去 吵到底 吵到底沒有法治主持會議為止 是嗎 是 因為流星不代表我 是嗎 是 是